第三个呢 信音 身心 散乱臣民 又为臣父忠子 快一心不乱 岸得不生净土 使命信音 这个信音完全就念佛 求生净土来说的 经上告诉我 散乱心臣民 我们念阿弥陀佛 心里头有杂念 有妄想 心不专义 这念佛有没有好处 有 什么好处 阿雷耶识里头 变成了念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呢 越多越好 临命宗时 看阿雷耶里头 哪一个种子 其信心 他就先收报 如果 临命宗时 这个佛号种子 冒出来了 他就往生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是这些道理 我们要记住 散乱念佛 越多越好 最好养成习惯 不要怕杂念 不要怕妄想 就怕你不念 有妄想 有杂念 我还是念 我天天都念 临命宗时 虽然是没有把握 但是我有机会 所以 平常这个念法 最后的时候 如果是生病 最后的时候 你就转开 你看 黄念初老去死 这个经 注解完毕了 病也很重了 他一天念 十四万生佛号 念了半年 他完生了 十四万生佛号 即使是 有妄想 有杂念 多呢 不怕夹杂 他念的多 我们在 净土圣贤录里面 看 宋朝 英寇 那是不念佛的人 念了三天三夜 就把阿弥陆 就把阿弥陀佛念 来了 又过了三天 佛来接引他往生 这什么 这拼命 一心 专念 那个确实 没有忘年 没夹杂 为什么呢 他怕到地狱 他造的地狱 想到地狱就害怕 摆在面前 丢了两条路 一个是王僧 一个是地狱 他把王僧 这个拼命抓紧 真的 他成功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 念力 证明 弥陀经上 所说的 若一日 若二日 没错 他三天成功 我